有些病人叫阿娃娃娃 淤雪 冰敷 残 2017年 网路专栏作家冒牌生 进行玻尿酸龙鼻时 导致右眼失明 部分鼻梁溃烂等并发症 因此引起了一段风波 如果我们真的想做注射龙鼻 要如何才能降低手术风险呢 鼻子这边两条很重要的动漫 叫做背鼻动漫 在这边跟这边 那你只要一打进去 它就酸塞打进去了 你再往前推 玻尿酸一细细整个跑进背鼻动漫 绕过滑车伤动漫的交接点 再往内一直钻 钻到远动漫 钻到中心视网膜动漫 那我们怎么预防 你在打针 比如说龙鼻 你打到动漫血管的时候 第一个 动漫被针扎到很痛 现在最常见的是全身麻醉 因为它不会痛 那你如果让它有点止痛 但是没有全扎 你给它扎到动漫 它当场动漫没有血液 这一片会变成白色的 就会缺血 那接下来它又喊痛 你就知道马上要停止 所以你只会塞一点点 不会塞到整个眼睛失眠 然后接下来你就要用解救的方式 比如说是玻尿酸 你就打玻尿酸降解煤 赶快把它揉掉 然后我们的眼睛眼底的中心视网膜动漫缺血 超过90分钟以上就很难救 最后可能都是会失眠的 除了救它以外 在90分钟以内送到医院 赶快把中心视网膜动漫把它救回来 动漫的酸塞跟静脉酸塞长得不一样 静脉酸塞你的血液回流不好 所以就好像轻易怪 它长得很像瘀血 有些病人就说我瘀青瘀血 冰敷 因为冰敷以后血管会缩缩 血液又不过不来 所以那边就缺血坏事 每个血管它的身前位置都不一样 有些人打法令纹 你会觉得很奇怪 他打法令纹为什么眼睛瞎了 因为法令纹这个血管也是一直通一直通 就通进去了 他最后眼睛还是瞎了 还有背鼻动 你看他这里画两条细细的 这两条细细的也是因为打鼻子 会酸塞跟失敏的元凶 因为他打进去就逆流而上 又回到眼底 所以我们在打龙鼻 最好的位置就是 打在比较稍微正中间一点点 这个病人的鼻子比较大 就很像蒜头 很像莲霧 他说要把这么大的鼻子 打到像这么细这么挺 这是很困难的